新韓部下州初選結果昨晚揭曉 共和黨的川普與民主黨的桑德斯 分別贏得勝利 儘管以比例上來看 贏得新韓部下州初選 所獲得的黨代表票數並不多 但由於是全美第一個 由選民直接進行初選投票的州 象徵意義遠超過實質的意義 特別是參選人眾多的共和黨方面 又有兩人在新韓部下的結果出來後 宣布退出選戰 贏得新韓部下初選的川普 那份驕傲與自信全寫在臉上 新韓部下初選共和黨的川普 獲得35%的支持 比第二名的凱西克16% 已經多出一倍 凱西克現在馬不停蹄 到初選下一站 南卡羅來納州拉票 我需要你的支援 我需要你的幫助 贏得愛荷華初選的克魯茲 獲得12%的支持排第三 捷步不息排第四 並打算在哥哥力挺下 在南方各州有所作為 這是主席協助 共和黨表現不理想的新 折西州州州長克里斯蒂 與企業家菲奧瑞娜已經傳出 將退出選戰 民主黨部分 桑德斯獲得60%的支持 希拉蕊 38% 人們想要真正的改變 桑德斯也與非洲裔領袖會晤 希望強攻少數族裔的票源 而這塊向來是希拉蕊的強項 各項民調也顯示 希拉蕊獲得少數族裔選民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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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拉蕊獲得少數族裔選民然 楊蕊獲得少數族裔選民